眼下中国女篮正在法国巴黎备战巴黎奥运会 这一次参加奥运会 我们球队本身是希望可以争夺奖牌 实现好成绩的目标 不过从最近一系列表现来看 中国女篮的奥运前景难免让人担心 各位球迷都很清楚 中国女篮在奥运会来临之前 已经在国内和欧洲进行了多场热身赛 最终中国女篮在十多场的热身赛中接连溃败 只拿到了零星几场的胜利 其他时候 大部分比赛都是大比分溃败输给法国女篮 比利时女篮这些对手 这样的成绩和结果 不仅打击了中国女篮主力球员的信心 也让很多球迷非常担心 害怕中国女篮会在巴黎奥运会一轮游 无缘进入淘汰赛争夺奖牌 没想到 在中国女篮出师不利的情况下 就在最近因为两位主力队员离开法国巴黎回国 再度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不少球迷认为 主教练郑薇在用人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根据媒体透露的消息 最近中国女篮两位主力成员 潘真奇和金维纳已经离队回国 在之前中国女篮公布的奥运名单阵容中 这两位队员非常的遗憾 无缘参加巴黎奥运会 只不过为了给中国女篮提供更好的备战状态 这两位队员才无私跟随球队 飞往欧洲参加热身赛 不过对于中国女篮主教练这样的安排 很多球迷都表示 非常的不理解 因为在他们看来 其实这两位将要离队回国的女篮队员更应该留下来 因为他们的实力更加出色 对比之下 球迷认为 最应该离开球队的是武童童 而不是潘真奇 有些球迷担心 从之前中国女篮热身上的表现来看 主教练在用人方面本身最存在的很大的问题 中国女篮存在着太多带有伤病的球员 现在又放着这两位好用的实力派球员不用 接下来中国女篮会不会暴冷出局取得最糟糕的成绩呢 从网上分享的照片可以看到 潘真奇这两位球员在离开法国巴黎之前 特意和中国女篮的主教练以及姚明进行合影留作纪念 从这张照片来看 在其他三位人员都满脸笑容的情况下 中国女篮的领队姚明却满脸愁容 完全笑不出来 很多球迷纷纷调侃 要是这一次中国女篮奥运会不能进入淘汰赛的话 作为蓝鞋的掌门人姚明估计将会成为众多球迷攻击的对象 可以想象她身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当然从目前来看 既然中国女篮的主力阵容已经敲定 球迷再去抱怨再多也没有用 作为中国女篮的球迷 我们只有一个期待 就是希望中国女篮可以在奥运会取得好成绩 希望我们的队员可以全力以赴 不要出现伤病的意外 也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